8月期間,做了無數街站,問市民首三個選項, 差不多沒有人不選擇戈爾夫球場, 只不過一半說全部收回,一半說各部收回。 我時候都可以打聽過,如果各部收回, 那個世界賽事,那個勾巡會不會影響呢? 八道回來其實可以繼續的, 因為那八個洞收回,不影響賽事, 他其實用其他地方都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立場, 都是覺得要平衡社會各方面的情緒和利益, 值得考慮收回。 特首這次做這件事,我想公開講一聲, 我看到他提出了勇氣, 去平衡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和情緒, 不只是利益和情緒, 而肯去面對,如果他想爭取連任, 可能會流失一些選票。 這樣呢,我真的要稱讚一下他, 覺得他做得很正確, 真是是其是非其非。 第二件事呢, 就說回大灣區那件事情, 大家知道剛要出來的, 就有一句說話說, 非急重病人呢, 可以來香港的公立醫療系統, 去跨境就醫嘛。 那今天呢,他就澄清了, 原來呢,不是的, 是在越港人的。 那其實應該的說法呢, 就是非患緊急重病的在越港人, 是不是? 就可以來做啦。 那一件事我很奇怪的是, 一個這麼重要的文件, 就是萬眾期待了這麼久, 而特首又說他全程參與, 為什麼會有這些敏感的字眼, 可以脫漏了放了出來, 而事後要補充呢? 我自己就真的很有懷疑, 因為林鄭特首呢, 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他沒有可能看不到這件事, 而不是加上去的, 為什麼要事後補充呢? 還要說到, 食衛局說, 主要的目的是這幫人, 那是不是除了主要目的, 還有次要目的, 是非在越的港人呢? 我真的越想越覺得, 真是很奇怪,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好了,現在講講, 剛剛我在裡面問的問題了, 我不想重複我問的問題, 但是我懷疑呢, 局長是不是真的, 了解我們今天的監管制度呢? 是錯了的, 我都幾肯定知道目前的制度呢, 就是港鐵簽了一個RIST Form, 就交給李頓, 李頓聘請一個獨立的工程顧問, 他這個人呢, 就要看到李頓的RIST Form, 他才出一個barcode給那個石市供應商, 石市供應商呢, 就是放石市, 那我剛才問他的問題, 就說, 石市供應商, 為什麼只是信, 李頓請的一個專業人士, 就可以了, 而不是要求看港鐵的確認紀錄, 才放, 那他就說呢, 他所理解呢, 是放石市供應商呢, 是會看港鐵的RIST Form才放的, 我的理解呢, 就從來沒有這回事, 那個李頓請的獨立專家呢, 那個專業人士呢, 他應該看了港鐵這些東西, 他才出一個barcode, 但這件事呢, 是並不等於石市相放石市的時候呢, 是要看港鐵的確認, 那這個出現一個很嚴重的漏洞, 因為, 出order給石市相放石市的人呢, 是李頓請的, 是李頓出錢請的, 理論上呢, 他做什麼呢, 是可以聽李頓說的, 那我自己就認為, 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局長就竟然說, 不存在漏洞, 因為放石市的供應商呢, 是需要看這件事, 那麻煩你們大家, 各位記者, 去問一問那些石市供應商, 他們放石市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港鐵的確認紀錄才放的, 你們去問一下吧, 我希望大家都幫幫忙, 那好吧, 今天就再說呢, 就是, 為什麼那個, 物料七史紀錄, 又會不易而非呢, 現在呢, 就越講越麻煩了, 接下來呢, 就有一個動議, 是要用特權法去查這個站, 我田北辰一路以來, 就一向都覺得, 有法官查, 就不需要立法會特權法去查的, 那法官的好處呢, 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當個個都沒有罪, 麻煩你拿了證據來, 拿了證據, 我就聽完證據, 就決定誰對誰錯, 但是在這個case, 就是說在工程1112裡面, 北南北隧道, 擺車的地方, 所有的文件畢業而非, 連物料驗七紀錄, 都說沒有了, OK, 而呢, 廣鐵又說, 曾經有audit record, 說這些東西全部齊全的, 是證據確鑿, 是出現大問題,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又覺得, 其實已經看到了, 我只不過想知道, 多些, 它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認為, 特權法, 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可以跟這個法官, 相伴進行, 去查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呢, 我很想特權法查的呢, 如果過得到, 大家知不知道, 在聆訊的期間, 人和話, 它是賣了三十八萬粒, 螺絲帽, 搞那些鐵枝, 搞了六十五萬枝, 給, 禮頓的, 如果大家記得, 她說這句話呢, 那我撈穿頭也不明白了, 這個設計, 是六萬多枝鋼筋而已嘛, 那螺絲帽木六萬多咯, 那無時無端, 走去, 落過三十八萬粒, 螺絲帽木, 搞六十幾萬枝鋼筋, 是否當我們水魚啊? 是否將納稅人的錢, 政府委託給港鐵啊? 是將納稅人的錢, 亂吐呢? 明明需要頂拋, 十萬的, 搞到三十幾萬, 六十幾萬呢? 這個肯定法官不會查的, 這, 這跟施工質量安全無關, 我現在還在懷疑中,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呀? 是不是整張單能訂多了, 去幫人和上市了嗎? 去告他尚市了嗎? 製造很多的銷售啊, 記錄啊, 營利啊樓, 那是후於我現在越的想法, 就愈不對勞? 是吧? 所以去解釋清楚, 因为现在已经不仅是安全和文件消失 连我们的钱是怎样运用 有没有买多了东西 去了哪里 为什么要买多了这么多东西 我都想知道 最后一件事 你们不妨问一下局长 因为我今天只有一条问题 我不能问到两条 他就说现在 沙中线其他站 他首要阶段 就是去查土瓜环站和钻石三站 我就不太明白了 是我呢 我就一定去查险径和钻石三站 因为查了这两个站 搞定了 我可以局部通车 你无厘头 险径就不去查 险径的文件都未交足 险径就不去查 查钻石三 查土瓜环 那就是呢 全部都卡住了 全部都卡住了 如果要开座的话 险径又没埋伤 局部通车都没了 那给我的印象 现在好像整个政府 已经对于沙中线 局部通车 做一些黎民的服务呢 好像 放软手脚 那我真的不明白了 那你们又去问一下局长 因为险径站那些 form 都未齐的 那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险径站 和钻石三站 在未齐文件之下 顺便去查一下 开座一些地方 如果没有问题 就至少先通车 我们花一千亿去建立铁路 麻烦你也给我一半的效果 如果再捆绑下去的话 全部市民都受害 九龙塘站呢 就继续迫车 是吧 那所以这些呢 就要问一下 如果要问一下 来吧 一旦 我们不停地裁 这家人 要不要用 vara 有一些 特别人 常自去 都能够 您的意细 是 计划 他 说 and there are he says or allegations about certain uh misconduct all right because basically it works like a court everybody i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and the chairman or the judge will decide based on evidence all right who is the party that is at fault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we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all righ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forms that have been audited to have existed and now completely disappear all right so now i'm saying then it's a different nature of problems now i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and they have admitted it's a problem so why not let's go get involved plus if you notice the COI terms of reference okay did not make any mention to why layton order 380,000 couplers and 650,000 steel bars to be sort of threaded when all we need is at most 100,000 so to me this goes beyond safety goes beyond loss of record i am now questioning whether taxpayers money are being used to overorder material that is not required simply to boost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certain supplier to help them to get listed i am now thinking about all the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that have happened based on what has transpired at the COI hearing in the past right now definitely the judge will not be looking at that but I think a let's go let enquiry should look into why are we spending taxpayers money so much taxpayers money ordering so much material when all you need is about a quarter or a third all right so increasingly different aspects of problems that are surfacing with this shating central link specifically Hong Kong station it's getting messier and messier and it's uglier and uglier of that is it's gonna be a great idea a pes stunt i am now thinking about on all this you he i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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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